欧洲商会与人才招募公司华德市 发布最新的台湾就业市场调查报告指出 今年经济充斥不确定性 美国科技业掀起大规模裁员 而台湾科技业同样因终端需求减少 供应过剩 高基期挑战 今年恐将步入周期性衰退 人力市场需求将跟着减缓 不过电动车应用 云端伺服器 5G基站等领域技术人才需求仍长期看好 报告也提到 后疫情时代下 企业面临人才招募 建立可持续性劳动力的挑战 虽然科技业求财若可 出现薪资成长四成的特例 但整体来说 雇主心态转趋保守下 今年薪资涨幅将步入去年 平均约10%到15% 因为我们认为客户会比较更抵抗 比较担心的财势 报告指出 疫情时的工作环境 从实体过渡至虚实整合 这也是今年劳工在选择就业环境时的重要考量 我认为这些评订不明 它是完全正在通过 整个典型时代 这位新型局的某些 这个是在 最后的年度 有大约的增选顺 有了预测估方面 还有更加预测的预测度 预测风部 那是不一定是同一样的 与其他与其他与其中一密度 例如有卫生产坛 这会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也是身材的 在中方的 embassy 包括我们在工作的专业 例如FMCG 和健康医院 报告也建议雇主 尽快适应更具弹性 以及以员工为中心的职场文化 制定合适策略 减轻疫情解封后 员工重返办公室时 可能产生的困境及不适应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谢嘉欣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